我們請部長 馮部長請 委員早安 部長早安 我想這個44頁的這個報告 我想要能夠摘要整個這個方向其實也是很不容易 那我其實跟那個蔡適應委員有雷同的看法 就是說因為你摘要到只有44頁其實很多講的都很籠統 那所以在這邊我想第一個部分我要先講 幾塊應該要再追加給我們的一些資料 那我想在講這個QDR本身的今年的這一份裡面內容之前 我要先跟您一樣要對照一下2013的部分 2013到今年的這個QDR 除了戰略指導從這個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改為防衛固守重塵嚇阻文字以外 我們當然有發現有不少的這個差別啦 那也有很多很雷同的地方啦 那有一個很清楚可以看到就是說對中國的戰略 上一份有點過度友善過度樂觀啦 這個部分我們是有發現 那所以整體的這個修正應該是有在做這個規劃 但是我想如果我們沒有檢討2013的錯誤齁 你為什麼是訂定這個2017的這個版本啊 我們就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2017裡面的這個版本 我覺得它最大遺漏的是 你上一個版本到底哪些策略設定錯誤 為什麼錯誤 有造成什麼影響 例如說浪費預算浪費人力 軍機換散 軍機外洩 或是說哪一些設定的這個 結果沒有完成的原因是什麼 你要有這樣子的資料 然後來對比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子的計畫 才有一個基礎啦 要不然你不能讓每一個委員自己在那邊對啊 然後自己在那邊對 再跟你們要資料說 這個上次是為什麼 以前是這樣設 現在不這樣設 以前這個設定的是怎麼樣子的結果 那還有說哪些策略已經不合時宜 因為四年來國際的局勢都改變 所以才會有四年不一樣的QDR 那這個東西要很清楚的一個對比 我們不能站在今天講今天的事 你要有一個歷史脈絡 過去發生什麼 未來可能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樣的報告 我想這個報告沒有這樣子的脈絡 所以 我需要追加的一份 除了剛剛其實蔡市運委員要的齁 我其實也都要一份啦 那我自己還要再追加的是 也就是2013的QDR到今年的QDR 這個轉變裡面 給我一個表格化跟系統化的 我再講一次齁 是 2013的QDR 你們認為那時候策略哪些設定錯誤 為什麼錯誤 造成什麼影響 那我剛剛已經舉幾個例 是浪費預算的影響 還是浪費人力的影響 還是造成軍機的換散 造成軍機的外洩 然後還是說他已經不合時宜 那你要給我一個表格 然後所以我們改成這樣 我想這樣子會比較清楚啦 我想給委員報告 您要的東西我們一定會給您 但是有一個我想要產生一個共識 就是四年以前所有的情勢 不論亞太的兩岸的 跟我們自己國內的 都有很大的變化 在這裡的話我希望我們琢磨在 不要認為推翻前人所做的事情都不對 然後我們在比照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 我可以聽得懂 部長你的話中的意思 我們避免變成全面在批評2013 謝謝你 但是我想有一些不合時宜的部分 我絕對認同 但是我們檢討過去的時候 本來就還是要把錯誤的拿出來講 如果你擔心的是說我們今天一份報告出來 結果都在罵以前 這個我覺得也不對 所以你看怎麼樣用書面的方式 或是我們實際上坐下來 在辦公室裡面好好討論 一個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怎麼樣設定錯誤了 然後我們不要造成 整個媒體都在罵以前的話 那我們至少知道同樣的錯誤不要再犯了 所以這樣子的東西我必須要有 要不然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憑空來講今天為什麼寫這個報告 我覺得那個基礎不夠扎實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從2013的QDR到今年這份QDR 我們一下有一個目標了 但是這個調整不是一朝一夕啦 因為本來有一個本來的策略跟計畫的目標嘛 那現在走到了今年 我們現在調整成新的這個QDR 一定會有一個過程 那在這一份報告裡面沒有去講 這個過程可能要花多少時間 你包括這個部署啊 包括這些都是需要 不會是你今天交報告明天就完成嘛 所以給我一份這樣子的就是說 2013的這樣子目前的狀態 跟我們要改成2017的QDR這個的部署 他可能要花的這個時間是多久 的一個這樣子的詳細的說明啦 那在這邊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不可能給你在這邊說明 但是請給我一份比較出面的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關於這個 我有看到軍隊的訓練裡面齁 我想過去這一年來 不管是輿論上面啦 或是說有很多這個網路上面 很多人都表示這個在軍中 大部分的時間在浪費時光 甚至連總統都講過啦 就是說這個 拔草不會這個 我想就不要再重複總統講的了 那我的重點 我相信這個幾次我們 這個幾次的質詢其實 我這一點還蠻 這個肯定部長的想法啦 就是說我們軍隊的概念不能流於這個形式嘛 表面功夫嘛 所以怎麼樣的 讓他簡化讓他能夠更符合這個人性化的一個過程 不是說用過去的這種 這個 這個 形式主義的這種方式 那所以我要在這邊強調的就是說 把這種表面功夫的這種問題 徹底的解決 然後不合時宜的訓練解決 然後不要把士兵當成連教勞工 例如說大部分時間要打掃啦 清水溝啦 拔雜草啦等等齁 這個部分不只是 這個網路上面 輿論上面的意見 其實 這個月駐台十幾年的美國軍官 Scott也說到啦 台灣國軍數年來 沒有積極的從制度面上面去改善 停留在過去的思想 拒絕改變 拒絕面對自己的缺點 現在從軍者的核心價值 多半只是為了經濟考慮 軍隊無法招募到真正人才 所以我想這個很清楚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我們需要檢討 我們好像在講說以前的錯誤 好像是在講過去的政府 在罵過去的政府 不是這樣 連美國人在這邊十幾年的軍官都說 我們沒有徹底面對軍隊裡面的問題 那所以我才要回來講 我們 我看到這裡面有寫到這個 提升愛國教育啦 然後增加軍隊的認同感啦 然後增加軍隊的形象等等 那我希望齁 這個部長 因為我這一點一直很肯定你 你一定要記得 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在改變國軍的企業文化 其實絕對不是強加的那些教條式的愛國主義 可以去達成這個式的啦 我們講簡單一點 今天在Google工作的人 跟在富士康工作的人 誰比較會認同他自己工作的地方 所以可見 如果在一個很不好的工作環境 然後覺得這些員工怎麼都不認同我們這個企業 我還一直跑去跳樓 所以我改成到處都是標語說 請認同富士康請認同郭董 這樣有效 然後每天播影片給他看 我們是一個很厲害的企業 大家為在這裡工作為榮 不會是這樣 你直接把它改成一個好的企業文化 但也不用再告訴他喜歡我們自己的企業了 他自然而然有認同感 那這一點 因為我幾次質詢都有感受到 部長有認知到這點 所以我希望可以從這個部分 給我一個更清楚的 我們改善國軍的企業文化 的這一份的這個書面資料 因為我覺得這一份報告 Q調裡面太強調教育 好像要灌輸他們什麼 或是太強調提升那個形象 這個都不是一個 這都是治標而已 治本你就是讓他變成一個好的企業 好的企業工作的人自然就有認同感 那再來就是 我有看到這個組織分工的部分 都有提到蠻多關於說這個水平減併 垂直整合去做這些改善 這個跟剛剛上面那一塊其實有一點雷同 我相信 部長一直都有新的開創性的想法 不要再繼續行事主義 所以反而要把它簡化 反而把它稍微 現在一般企業界會說扁平化的管理等等 讓他不要這樣子很多層級這樣子 整天在那裡跑這種沒有用的這個官僚主義 所以想必會有一些部門 可能會有一些工作上調整跟整病 那讓他工作得更快 原本的合作方式要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不是用作文的 這一份我需要看到的一份細節的報告是 類似組織書狀圖 組織書狀圖本來的組織書狀圖是怎麼樣 我們調整之後的組織組織狀圖是怎樣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看出來 所謂朝著這個平行的這個組織整病 或是平行跟垂直合作的這個緊密度 的可能性的變化是什麼 那這樣 我想作文寫作文的方式很難了解你 可以看得懂你在講扁平化啦 但是不知道真正扁平化以後會長什麼樣 所以這個部分給我一個這個 組織樹狀圖的這種描述 謝謝委員 資料我們會盡快的提供給您 那再來就是有一部分是提到這個反恐 我覺得反恐的部分我有點驚訝 這個描述的方式是說 提升國軍支援反恐應變能力 加強與國際反恐交流合作 共同維護區域安全 這個如果沒有實際了解 會以為未來對於國際的這個反恐作戰 我們是要提供軍力還是武器還是資源 一起去參加這個國際的反恐作戰 還是違和部隊 如果我們沒有經過這個進一步的了解 可能會誤會是這樣 所以是不是可以稍微請這個相關的官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共同維護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是國內的恐怖組織的可能的這個管控 這應該是警政署或入出機管理局的事情 所以我們跟他分工的差別又在哪裡 報告委員我是座基斯次長 跟委員報告我們有關反恐應變 在行政院國土安全這個辦公室統一的規劃之下 有九大組 那我們國防部是屬於資源調度組 資源調度組包含化學工兵 還有有關我們國軍可以支援的兵力 我們都會在國土辦公室統一規劃下來支援 但是它這個總共有九大部門 簡單的講 譬如說這個大部 像這個上次那個火車爆炸案 它就是由警政署來處置 那我們國防部是待命來支援 有需求我們隨時派相關的必利 所以像這個都是內部的 所以我才會說主要會讓人有疑慮的 這一句是跟其他國家 國際共同維護區域安全 這一點會讓人有疑慮啦 我們怎麼跟其他國家共同維護區域的安全 例如說今天如果在這個 中東發生的這個恐怖的這個作戰的時候 反恐作戰的時候 或是說在東南亞在印尼 或在任何一個國家發生 我們怎麼跟它共同 這個部分 報告委員這個部分 我不方便在這邊跟您報告 我下去之後我可以跟您報告很詳細的報告 如果我們真的有怎麼樣的援助他們 這個部分我想相信這個會很希望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消息 我相信我跟您做詳細的報告 我相信這不是在講國內的啦 對 好那最後的 因為只剩8秒 我也只是希望能夠請這個國防部注意一下這個韓國的局勢 剛才這個蔡委員也有提到 對 因為現在雖然韓國已經要部署這個薩德 但是目前好像可能的這些幾個候選人 對於美國在韓部署這個薩德系統都表示反對 好幾個都表示反對 甚至於也有比較親中的言論出現 那我相信如果是這些候選人當選 整個東亞的局勢又會有很不一樣的改變 所以我們特別注意 所以這個部分要請這個國防部再做一些研擬 可能的沙盤研擬 是的 謝謝委員的指導 謝謝